麻婆豆腐的做法 嫩豆腐一盒 瘦肉粒适量 轻松两根 姜末少许 蒜末适量 老干妈适量 依准备材料 嫩豆腐 瘦肉粒 轻松 二豆腐切小块 锅里烧开一锅水 放少许盐进去 然后把豆腐放进去煮三分钟 三姜蒜末切好 轻松切细 自以为平时不怎么吃辣 偶尔想吃辣就直接用老干妈 五热油锅 爆香姜蒜末 六把瘦肉粒倒进去煸炒 炒至过程中放少许料酒去腥 七倒入一勺老干妈辣酱 然后倒入一大碗清水 八水煮开后 把豆腐放进去 九关中小火焖煮 豆腐更容易入味 同时放少许白糖进去 十准备好水淀粉 十一分三次加进去 十二让汤汁更浓稠 十三最后撒入葱花 十四一般辣的麻婆豆腐 就做好料 配新鲜的米饭超级好吃 不需要其他菜 菜